標題《點子冰冰》開創港片新浪潮 景匪神作啟發無數後世經典 在電影人文晉的Youtube節目中 漢渡他對名導演陳家上的一次訪問 當中有一段印象非常深刻 便是陳家上表示年輕時看過張國明執導的點子冰冰後 極之震撼 對其極度崇拜 誰放棄調原本建築師的專業 加入了當時的邵氏電影公司 盼望能追隨其左右 就是這段訪問 是不者對點子冰冰 這套於1979年上映 啟動本地電影新浪潮的其中一部主要作品 留下深刻印象 直至偶然尋得其影碟 看過之後 方徹底明白到 本片代表著一個新潮流 新時代之誕生 自上世紀七 八十年代開始 本地觀眾已接觸到大量荷里活電影及日本電視劇 接受程度大幅提升 同時那些從海外留學歸來的新導演 帶來了大量斬新的拍攝手法 誰並發出一個百花齊放的新潮流 對日後數十年的香港電影業影響深遠 本片或許是不者看過拍攝年代最早的港產警匪片 喜著成仙啟後之作用 當中猶合了荷里活警匪片的元素 加以本地化 不少套路足為日後同類作品所借監 不者現嘗試將這些經典套路 分點列術如下 第一就是警察老爵 王忠 配菜鳥 張國強 的媽警組合 前者常拿後者之經驗不足來觸弄他 道德觀眾統覆大笑 但往往到了最後 幹勁十足的菜鳥卻反過來激發起 早已失去那團火的老爵的鬥志 重新振作起來 第二則是男主角王忠的終直幹探形象 啟發了日後例如公僕李修賢的正氣警察角色出來 而王忠在本片中 是個份不顧身 經驗勞到 槍髮如神的警長 只是太過熱衝於竹賊 不收蝙蝠 弄得妻子跑掉了 落得根兒子相依為名 這種吊兒郎當的神探的形象 根管就是虎膽龍威大害 女的Bruce Willis之初刑 第三則是哪個幻想了鬥雞眼 或者內視眼的大反胎 是個面目陰森的反社會分子 至少渴望能成為警察 卻因生就怪相而不獲陸用 因而粉細疾俗 導演更特別設計這個角色 新手了得 槍髮如神 神出鬼沒 竟成了港產片變態 獨行殺手之典範 第四則是本片的鏡頭靈活多變 角度及元素多樣化 流暢自然 反映出一直沉迷於拍攝實現電影 微電影的張國明 張所獲經驗運用到這部作品裡 特別是營造一宗小孩 子於街上玩耍的畫面 充滿原始美感 第五則是兩個經驗豐富的 幹探街被鬥雞眼殺手 那麼算下馬 毒剩下菜鳥毒抗強的 更騰值運氣加上狠勁 奇跡地將殺手幹掉 爆發吊詭的黑色幽默 不其然讓畢者想聯想到在1996年的 古惑仔之人在江湖裡 哪個驚王失掃的軍裝警察 竟如有神作 第一槍射殺中極大反派靚坤 吳鎮宇飾演 之經典場面 第六則是神探的靈堂上 之長鏡頭雲用 堪稱震撼 張國明刻意將鏡頭由觀目 拉遠至小孩 再進一步覆蓋到其哭一中的母親 慢慢將視野拉闊 再聚焦到各同僚的面部特寫 可能具體地圈演出 大家痛失去至親好又知相痛 滲透出一份沉默震撼力 最後 畢者看這類時代背景 距離現今不太遠又不太近的作品 時常會產生陳秦記式的奇妙遐想 至以若真的能回到了那個時空 將會產生何等有趣的遭遠呢? 例如當時的生活模式 其實跟現代大致接近 同樣有股市、便利店、連鎖快餐店 電子遊戲機中心等現代物事 只較為粗糙 更未有裝置冷氣的公共交通工具 或智能手機等感上天花的設備出現 科技雖架落後 但人與人的關係卻更緊密 沒有現代那份梭尼格莫感覺 當然更重要的是自己這個未來人 會像項笑龍般擁有未卜先知的超能力 成勢可以大幹一番 趁低大手吸納當時刑事 蚊營股的明日籃籌股 再將盈利投資到樓房地產等項目 即成為繁花中的保重 戚詐風雲也未可知 更可效法荷里活電影《回到未來》 Back to the Future 原來這套於1985年上映的經典電影 根本片的時空 只相距六年而矣 前往找陳年輕時候的父母 以自己未來人的歷史知識 賭過來督促教訓他良 想想也各過癮 多謝各位讀者或者觀眾 收聽或者收看那MovieBlog的影評 最後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本頻道 請在YouTube上訂閱、點讚、給予正評 謝謝